哲學家尼采說過 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 今天要講的這位歌手 小學時曾遭受過長期的霸凌 為了保護自己 上了國中後成為了不良少女 最後為了不讓自己的媽媽繼續傷心 決定痛改前非 如今 21歲的她已經是被日本媒體譽為天才的人氣rapper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斯邦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 那些音樂人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Chammina Chammina 本名為Otomonae Mina 1958年10月14日出生於韓國 媽媽是韓國人,爸爸則是日本人 因為受到媽媽工作的印象 所以開始學習芭蕾舞 也在很小時候看到電視上唱跳歌手 就常跟媽媽說以後要當歌手 3歲以前的Chammina都待在韓國 直到6歲之前 因為家裡工作的關係 所以Chammina在韓國、日本、美國三個地方到處跑 但這也造就她日後精通著三種語言的潛力 6歲的Chammina回到日本開始上學 那個小學的她曾經寫過一篇作文 上面寫著她未來的夢想是要當歌手 為了這個夢想 每天都很認真的在練習跳舞、唱歌跟彈鋼琴 並在這時接觸到了韓國男團Big Band 被他們的歌曲及舞蹈吸引 以他們為榜樣 深深印象著Chammina 在日後她的許多音樂創作中 也都能看到Big Band的影子 但這時的Chammina 其實因為混血兒的身份、日文不流利等原因 長時間受到班上的同學排擠、霸凌 不僅會推下拳打腳踢 還將她的書包丟到河裡之類的 為了保護自己 Chammina從國中開始改變了自己的穿著 變成了別人眼中的不良少女 每天跟比自己年長的人出去玩 也時常跟看不順眼的人打架、進出警察局 這時的Chammina已經到了沒人的管地部 最後在某天 Chammina發現一場出去的人之中 有個人雖然已經過成年的歲數了 卻還是跟他們混在一起 做著跟未成年之前一樣的事 Chammina心想 自己絕對不要變成那個樣子 也因為自己現在的行為 已經多次讓媽媽傷透了心 於是Chammina下定決心 跟這些朋友們斷絕所有的聯繫 想要重拾起自己以前的夢想、歌手 而這個時期經歷這一切的Chammina 都將內心對於周遭的憎恨寫成歌詞 但沒想到這些不滿與憤怒 在日後卻成為她人生十分重要的養分 她在2018年底推出的歌曲《Pain's Beauty》中 就深刻的描寫了對於這段時期的想法 周遭的評價就是一切 就算只有一點點也好 好想被保護著 擺出毫不在乎的表情 只想逞強這麼一次 看起來是不是很堅強呢 這首歌的MVE也拍出了Chammina的宣傳過程 曾經經歷被欺負無所侍從的她 走上了一段讓愛她的人操心的路 但她自己也知道 事情變成這樣也不是自願的 這世界總是如此冷漠 從歌詞就感受出來 Chammina當時對於周遭環境的無奈 充滿太多無法理解的事情 但她最後決定擺脫這種生活 不只為了她自己 更為了那些愛她的人 而這段時期她所受的傷 更成為了日後閃耀著美麗的光芒 上了高中的Chammina 開始專心於音樂上 跟外界的朋友斷絕所有的聯繫 每天花5到6個小時練習唱歌跳舞 並開始朝HipHop這條路走去 也因為她的聲線跟風格 被人稱為東京練麻雀碧陽絲 在當地小有名氣 最後在2016年4月 也就是她17歲這年 參加了日本高中生的 Red Freestyle Battle比賽 而在於類企對決的回合當中 她自具到位的攻擊 低沉富含磁性的賞音 加上強到不斜的氣場 奪下這回合的勝利 也因為這仗 讓Chammina打出了知名度 而多年之後 兩人皆被唱片公司簽下 成為出道歌手 Chammina也在2019年貼出了兩人的合照 說 這是曾經我在世界上最討厭 但現在卻是最要好的人 Chammina在成名戰後 迅速的推出首支單曲 Missane 這首歌在iTunes上架後 因為比賽亮眼表現 迅速衝到了排行榜冠軍 Chammina也因此吸引了許多音樂製作人的主義 曾經跟Leolu Dalko等人合作過的日本DJ Teddy Lloyd 也與Chammina推出合作歌曲 就連搖滾樂團My First Story的主唱Hill 也邀請Chammina作為他們樂團巡演表演嘉賓 就這樣隨著曝光機會越來越多 Chammina在2017年初推出首張專輯 未成年 並同時宣布正式主流出道 而這時的Chammina也聯絡國中老師 跟他傳達這個好消息 老師為他感到非常開心 但除此之外 Chammina在國中時交的 後來切斷聯繫的朋友們 也主動聯絡到Chammina 並為他準備蛋糕 慶祝他成為出道歌手 這讓Chammina覺得非常意外且感動 他本來以為這群朋友 會因為自己的不告而別而生氣 而Chammina也希望自己未來能繼續努力 成為一個讓這群朋友驕傲的歌手 2018年 Chammina宣布遺跡到華納 並在隔年8月推出第二張專輯 Never Grew Up 在推出這張專輯時 他也剛好跨過20歲 所以這張作品對他來說像是 音樂人生的第二篇章 之前的都是十多歲的自己 當中同名歌曲 Never Grew Up 雖然名稱是 勿忘刺止心 這樣看似正面的理念 但是歌中想傳達 是某個他人在意的人 至今為止 Chammina已經為那個人寫過三首歌了 他認為這種心情應該是時候停止了 所以寫這首歌 來作為想念他最後一支作品 歌詞中也提到這段感情 這段漫長的故事 也差不多走到盡頭了呢 謝謝你曾經愛過我 最初就知道了 總有一天要迎來這般悲傷的夜晚 跟平常不同 這次是真的 讓我們說聲 月色真美啊 道別吧 Never Grew Up 就是講述告別這樣一段感情的歌曲 2020年 Chammina推出了雙EP Notebook Me Notebook You 將自己想像成兩種人格 化身成這兩張作品 把不滿 憤怒 嫉妒 愛戀等情緒 融入到八首歌當中 這些歌曲 就像私人的日記一樣 呈現出來 而這兩張作品的製作過程中 讓他想到了小學時期在考試券上寫歌詞的回憶 從下定決心做音樂到現在 對Chammina來說 發生了很多事 也很不可思議 在正式宣布主流出道的前幾天 大家看著自己小學的寫著作文時 很感謝當時的自己 保護了自己的夢想 過去的事情不會就這樣過去 而是會變成另一種形式 跟隨在我們身邊 Pain is beauty 這卻要回頭來看 會覺得根本就是Chammina的人生寫照 但是讓傷痕變成美麗的光芒 這卻要強大心理素質 以及堅定的意念 哲學家尼采說過 凡殺不死我的 必使我更強大 正好驗證了這點 最後 引用Chammina自己所說的一段話 雖然說追尋夢想路上 看不清前方時會感到恐慌 但不需要任何理由拼命努力 才正是活著的意義所在 詞曲 李宗盛